吃饱喝足了再去看看花 先去看一下这个百合 另外一盆百合也 绽放出漂亮的花朵咯 看到了吗 就是这一盆百合 它的这个颜色会比之前那一盆 更深一点 然后的话 就是花朵没那么大 然后它的这个花边是这种波浪型的 都很漂亮 而这一盆百合的话 它是这个香水百合 所以它的香味会更加的好闻 我喜欢 现在已经开了两朵咯 再去看一下这个无花火 上次给它打了点之后 那个侧芽长得非常的快 看到了吗 这个侧芽新叶子都长出来了 底下的话还没开始长 都是上面的开始长 然后打完顶之后 这个枝条也会更粗了一些 再去看一下小木槿 因为昨天太阳特别的烈 然后早上的话 我又没有给它浇水 所以到下午一看 这个叶子都晒粘了 发现之后 我就赶紧把它们搬到了 这个晒不到太阳的地方 然后等它的这个土温没那么高的时候 给它们浇了一点点水 然后过不了多久 又给它们浇一次 现在它们是完全恢复了 大家看叶子非常的精神 但是底下出现了大面积的这个黄叶 看到了吗 这个老叶子发黄 这就是说明缺水导致的 所以虽然你浇了水之后 它很快就恢复了 但是很快它就会出现这种大面积的黄叶 所以在夏天给小木槿浇水 尤其是这种晴天 一定要早晚都要检查一次 因为这个时候它长得又快 蓄水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千万别学我这样哦 因为我这里上午的话比较的阴凉 想不到给它们浇水 一到下午就傻眼了 再去看一下这个球篮 上次给它做了牵引之后 长得非常的快 大家看 上次做牵引的地方是在这一个地方 然后现在长长长长 它会自己攀爬哦 球篮的攀爬性还是可以的 现在这个天它长得是贼快咯 再去看一下这个红色龙砂宝石 这么热的天 它竟然冒出了一根很壮的笋 这一根笋够状吧 而且长得很高咯 可能是之前一直长不好 可能是这里光照不行 然后一到这个夏天 这个地方就光照比较好 比较明亮嘛 又不会那么热 所以到了它这个生长旺盛的时候了 这个枝条都快由我的手指这么粗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